又有 又有 咦 啊我剛剛沒有進來看 聖潘克拉斯車站 聖潘克拉斯車站 聖潘克拉斯車站是以 兒童的守護聖徒為名 由米德蘭鐵路公司在一處 生命狼藉的平民窟中建立 可別把這裡跟 那些你經常聽到 且生育叫好的 平民窟搞混了 在亞地主時分 樂於將土地拿來 換取高額獻金 且將當地居民輾出家人時 也不用支付補償金 要建造 這座車站必須簽一座教堂 並挖掘其目的 因此干擾了 許多在此長眠的人 真的是迷人啊 這車站也會鬧鬼吧 在1865年聖潘克拉斯車站 建造石油 與米德蘭鐵路公司 打算在車站中 附駕一間飯店 因此他們舉辦一場競賽 藉此選出最棒的設計圖 這場競賽的贏家 是喬治基爾伯特 史考特爵士 儘管 但說不定就是因為這樣 他投稿的設計內容 比米德蘭公司的要求還大 費用也貴上許多 1868年第一輛列車從聖潘克拉斯車站出發 開往曼特斯特 且在到達97英里外的萊斯特之前都不停站 當時這是全世界火車連續運行的最遠紀錄 我猜那輛列車從此沒有在停靠過那站 文字幕《充電器》